我刚才是在这个Casco的买了两包纸 价格呢没有太大的变化了 Casco的货源呢还算是比较充足 昨天下午我去的时候 他说是每个早上有 那今天去了之后呢 他真的进了货不少 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有买到 那有些人呢就买的比较多 我看到有一个白人的女的高噩大大的 可能用家庭那个人员比较多吧 他就我刚才最好买了六大包哈 那应该是够他用一阵子了 那是这种情况 现在呢我再去沃尔玛 这个地方呢沃尔玛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那我昨天前天在这里呢前天呢是还就有几包 好啊昨天呢 都会比较及时的发上去了 希望能够给我订阅我频道的 这些提醒姐妹或者朋友呢 能够有一些帮助吧 好谢谢谢谢 我现在要先去 看这哥们是干嘛的 今天看一下这些东西啊有没有纸 这个现在其他的东西 食物的话应该还可以了 哦现在也有纸了 哦这里也有纸了 这个量还是不够大 今天上午来纸的 哦我应该来这儿了 这里是可以有优惠的 哦今天这里也来了纸 这是今天上午上的货 这里的 不过这个纸呢好像量是不足的 啊应该是有 但量不大 或者搞不清楚了 反正现在已经是10点10点47了 所以说明这里这个指示都有了 可以吧 哦 看看这里的水吧 哦水今天也上了 水的量应该也还够了 但是现在就是纸 这两天可能就是纸比较紧张了 不知道 就反正是疫情来了 然后大家好像都很疯狂啊 哈哈 然后 好了好了啊 现在呢就给大家啊 报告到这里 我马上呢 弄了 简单的处理一下就上船 这是沃尔玛 我刚才去沃尔玛看了 这里呢 还是有纸的 它也是每天上货吧 每天早上上货 那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总结了 就是说像Costco和沃尔玛 它都是每天早上会上一批货的 你现在 所以各位这个 弟兄姐妹和朋友啊 这是一个规律吧 我想现在这个物资的话呢 不会说非常的紧缺 只是会出现暂时性的抢购 所以呢 如果你家里边没有 还是要备一些啊 不要等这个完全没有的时候来找 有时候可能没有 就一下子买不到 这两天呢 我就发现了这种状况 所以呢 就给大家报告一下啊 疫情呢 现在还是在蔓延 所以请各位都还是要好好地做好防护啊 就是用那个酒精啊 或者用口罩啊 这些是必要的 好 祝大家平安